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讲到神的圣情 他的爱,他的圣洁,他的光明,他的大能 这些都是他的属性 属性本来是最好的字眼 因为包括他的能力,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都是他的属性 但因为属性这个字眼不是很多人常用 所以我就用这个,用神圣情 可能多些人会明白些 他的属性是很好的 大家可能会认得有些人 他的性情真的很好 很有良心,很良善 很简单,我那时就掉了个身份证 在大嶼山那里 居然有人跟我找个石头 找个石头扎着我的身份证 露出一角,又找个石头扎着 另外就在深水埗,在鸭寮街,跌了银包 居然有人会拿回警察局 那里那些人,多数都经济比较低的人 他又会拿去那里 就是这些都是,都是那些人 都是有好的性情 如果不好的性情,老早拿了钱去,去自己用 那神的性情,其实我们发掘不完 为什麽呢? 我们到天堂才会发现到 原来神的爱 圣经说什麽呢? 明白神的爱何等? 长、阔、高、深 即是,你想都想不到 我们不明白到 那我们有些人会经历 好像刚才姊姊姊姊 Rachel会去祈祷 可能你都很感动 那这个就是神的爱临在 那这个呢? 就是很特别的经历来的 就开始明白 原来神的爱是这麽美丽的 即是你去到天堂就会更加美丽 那有些人,即是有个人就说到 他说他去天堂 他说没有人能够预备好见耶稣的 因为你见到耶稣的时候 那些爱涌过来呢 是全世界都没有见过 那些爱真是大到不得了的 那这个就是神那种本性 祂的属性的美善 因为祂是传备的 祂有能力为我们安排道路 祂能够掌管一切 在以赛书有另外一个经文讲到 祂能够照这些智料 一些很大的凶猛的料 在远方来 在东方召那些人来 即是说神可以呼召一些 不是信神的人去做祂要做的工作 还有祂可以感动动物去做祂要做的事 譬如这个若拿 噴那条鱼呢 噴了之后又会放回它出来 这个就是神会感动它 还有祂叫若拿去钓鱼 那么有条鱼呢 就在水底撿了鱼 撿了鱼呢 那条鱼呢 就是那条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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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神可以感动动物和人呢 去成就神的 所以神的能力和恩典 祂的慈爱 祂那种 凡事都能和为人预备最好的 由我们的孩子到老的时候 都这么预备好 这个是他的本性 恩典呢 就是神为我们做的 神爱我们 关心我们 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 陪伴我们 带领我们 医治我们 安慰我们 就是全部都有神在后面 我们在后面的 神怎么帮我 神怎么祝福我 那这个就是恩典了 那那律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做什么 比如说爱神爱人 传人福音 变立灵命 这些就是神吩咐的 饶庶人 这些就是神吩咐的 这个就是戒命 那律法 分开两大律 一个是戒命 另一个呢 就是警告和懲罚 警告和懲罚 都是神和人 神管教人 神懲罚人 神修剪人 这个修剪 都是有恩典 又有律法在里面 恩典就是他修剪 你等你好些 但律法都是有些痛苦的 都是一种的管教来的 而最后呢 最惨的 最惨的就是 神将人放在地狱里面 那些不听神话的 那些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律法 就是这个 審判了 那就是说 有神和人在后面呢 善待的 祝福祂的就是恩典 懲罚管教 那些就是律法 那大家首先明白到这件事 那因为这件事呢 我觉得很有帮助 那我多谢神了 安排我去那间神学院 就学到这个 平衡恩典和福音 平衡福音和律法 那时候呢 我妈的圣经 用三种颜色的 红色就是 好像补血那样 就是神的恩典 所有神的祝福 那我很喜欢 我妈的圣经 看到很多很多恩典的 那样爱我们 眷顾我们 挂念我们 祝福我们 加力给我们 我 我看出这些经文 我是很喜欢的 我很喜欢的 和我祈祷 很多时候说 谢谢耶稣耶稣 你真的好 你整天关心我们 你整天祝福我们 陪伴我们 真的好 我很喜欢 讲给人听神多好 这个因为我 很感受到神的美善 这个就是 就是神那种 恩典的偉大 去激励我们 去遵从神 去我们去宣扬出 神的美善 那这个 当人是 常常在这种美善里面 他就会 喜欢神 哇 神这么多 好的地方 神这么多 帮助 我就乐意尊重神 一尊重神 神就开心到不得了 神又赏 又祝福 又提升 提升去到一个高的层次 就是个个都去到一个高的层次 那这个就是 神那种的恩典和大能 那我们就回应神 就是神就会感动我们 我们就怎样去听话 那些回应那里 我早点说过 但是我现在不说 因为我想大家操练一下 这个 发掘神的属性和恩典 这两方面 首先我刚刚说的 有没有人有问题 想问 就是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 还有 有些人可能说 神都有审判的 神都有懲罚的 神都有警告的 那么 是不是神就是恩典 我都说 神两样都有 所以我平衡 恩典和律法 你不能够没有恩典 如果没有恩典 就是律法 就很惨了 什么都要做 只是律法没有恩典 又很惨 只是恩典没有律法 又是不好的 因为那些人就不懂得去遵从 所以我们是需要两样去平衡 而恩典呢 就是救我们 也都加力给我们 也都是我们先有能力去遵从神的 所以我鼓励人 亲近神 亲近神 我全都用恩典鼓励 为什么用恩典鼓励呢 神在天上已经有个好计划 这个计划 你将来有一天去到天堂 你就会挺喜欢的 就是你喜欢到不得了 原来神为我计划这么多 我早知道就好了 我又不知道 那我就浪费了 但现在你们知道 神已经写了策上 诗篇139篇16到18节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已经写了你的策上 神是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宝贵其数 何等众多 已经写在这里了 那神有这么多好的意念 这样呢 又计划了 又给力量了 又更新了 首先更新我们先了 改变我们了 然后呢 就提升我们 改变我们 加力给我们 当我们一听话 他又亲近他 他又给多一点力量 尚在他里面 他又尚在里面 我就多有力量了 多有改变了 那整个人呢 就会提升了 而当我们一遵从 这些都是恩典鼓励我们 去遵从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又用一些经文 就给大家去思想一下 这个经文有讲到 神的什么属性 和他的恩典 就是操练的那样 比如一个经文 大家都很熟的了 凡老虎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借你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里有些什么神的属性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父我握 学我样式 请用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握是容易 我担者是轻省的 那大家想一想 里面有些什么神的属性 有时圣经有讲 有时圣经没有讲的 你有从经文去推上 我用一个例子 妈妈積衣服 有没有讲完 我怎么積法 我买什么 找什么衣服 用什么款式 你不知道的 是吧 妈妈生你之前 她有多少预备工作 我们不知道的 那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父母做了我们不知 神做了我们不知 那我们有时需要思想 但整本性 是给我们一些亮光的 那我们大家想一想 是的 耶稣是柔和谦卑的 这个经文里面讲到 就是他出身马曹 耶稣和门徒做什么 洗脚 洗脚 他是不是只是和门徒洗脚 他说 他和彼得说 如果我不洗你的脚 你就要我无份 其实是说到一样什么关系呢 门徒都一定是他洗脚 那我们有没有给他洗脚呢 这个是代表性的 有 有 代表什么 他的关系 他的关系 洗脚 代表什么 就是 除罪 除罪 还有 服事 是吧 服事 我们有没有给耶稣服事过 有 所以 这个是 他的本性就是 他是 柔和 谦卑 因点就是 他谦卑地 服事每一个人 其实 我们有多少次 不听神话 很多次 不听神话的时候 神 如果不谦卑 就如何呢 高姿态了 你搞错 你这样 我真的要罚你 打你 这个就是 一个不谦卑的方式 但是 神每一次都是用谦卑的方式 对吧 好了 还有什么 看过经文还有其他的 属性 为什么要发挥属性呢 就好像发挥一个人 多美好 首先 神是安息的 他又是谦卑 你每一句说话想就行了 每一句说话想就行了 每一句说话想就行了 就是说 努苦担送达去他那里就得安息 即是说 他有 什么 除了他有安息之外 他还有什么 令到我们能够安息呢 比如这样 我有安息代不代表 我帮到你安息呢 他有能力 可以将他的安息 传递给人 对吧 这件事是很特别的 譬如有个人很爱你 他口说 你可能感受到爱 但是你不会觉得爱涌入来 但是神的安息 你祈祷 是真的会进来的 所以圣经说 罗马书五章五节 圣灵将神的爱 销灌在我们心里面 他真的可以涌入来 即是神的爱 是可以涌入来的 神的平安 又可以涌入来 即是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能力 传递给我们 他说 你们当父爱 骗 骗 即是代表他的事奉 那这个代表神的什么属性 他是有 有一个事工 去祝福人 他有这个能力 去祝福人 他亦都能够 兴起人 去和他一齐侍奉 是的 而且他的样式是什么 样式都是他的属性 圣经没有讲他的样式 这里没有讲 整观圣经也有讲 爱 是爱 怜悯 恩慈 以及刚刚讲那里 心里柔和谦卑 都是他的 所有的果子 是的 所有的圣灵的果子 即是说 其实他里面 讲的经文 每一句经文 你都可以找回 他本身就有这个本性 所以他叫我们 去学他的样式 那你学了之后 你就会怎么样 心里 看经文 先看经文 经文 经文是什么 你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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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享安息 就是他能够将这个安息 进入我们的 原文 他就不是心的 他是说 你的灵魂 灵魂 你的灵魂 就得享安息 我能不能令你的灵魂 拥躍开心 人能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神能令我们的灵魂 享受到他 然后呢 我的握是容易 我淡是轻省 即是代表神的什么属性 那是否就是 他的事奉 他的事奉 即是他有什么能力 有什么特色 他的服侍是 是有能力的 而且他令到那些人 一切事奉是轻省的 我曾经事奉很重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背着很多东西 是的 还有人的要求 令到我很重 但我现在来说 我越来越看到神的尾线 我越来越讲到神的尾线 我越来越讲到神的尾线 无论在这里 或者去宣教 那些人一听完一堂 立即已经很开心 一边听到一边很开心 因为神就是一个开心的神 但事实上 我看到很多教导 很多律法 律法是应该的 不过只是律法 就没有什么恩典的推动 就变成了一些人 就听到我要做 我要做 也都经常都告诉别人 你没有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这些说话是很常见的 你没有祈祷 你没有犯罪 你软弱 神要管教你 神要懲罰你 这些说话 其实是 不是那么提升人 但是你说 哇 神在做着工 你看多好 神在改变着你 好像今天的节目 出来分享 神在改变着你 哇 你可以见到这些异象 譬如这位节目又分享 在聚会里面 如何经历到神 这些都是神在祝福着你 神一直在帮着你 是啊 那这些就是看得到 神那种的 他的本性的美好 因为我有空就去想 我又看到人的改变 我就觉得 哇 神真的好 譬如今天 他们的分享 都是说神真的好 是不是 好了 先说神属性 恩典 在这个经文有什么恩典 神对我们做 帮助我们的地方 有些什么呢 是 没错 你努苦重担 努苦重担 这个我们都想一想 详细想一想 可以平静 和喜乐 平静和喜乐 平静和喜乐 轻松 我们想回 努苦重担 例如 我用一个例子 假设你家里 被人骂 什么烦恼 困难 做工困难 人際问题 内心有情绪 我们人有没有能力 好吧 你来我这儿 我就叫你得安息 没有可能 但是神可以叫我得安息 那我的安息 未必将问题 立刻拿走 但是神会给你力量 到了时候 那个问题可以走 有时可能经历了 一段长的时间 我都经历过很长的时间 的试炼 但是我当时 倚靠神 我就慢慢一路提升 就不被人影响 那最后那些问题都 都脱离了 让我自由 就是我现在 感谢天父 让我又学了一些教导 又自由可以 开路 有侍奉 能够去宣教 都是神开路 就是 将我以前的重担 拿走 就是他有这个能力 好 这个 拿走重担 接着下一句 使他得安息 最重要是这样 这个神圣情广道法 不要只是说出什么 是说到别人觉得 有心拍印象 会感受到 明白到 会欣赏 会享受 会得力 会有动力去侍奉神 跟从神 这个就是目的 OK 所以 那些 譬如 譬如 借先过来说 那些 都可以有动力 鼓励人 多重的 淡子也好 耶稣关心你 祂有这个能力 帮到你 有很多人经历过 我自己都经历过 你分享都可以说过 我自己都经历过 那些重担 真的拿走 他真的把我的重担 帮我 连对 然后一步一步 把我的困难拿走 让我能够生命提升 OK 好 他叫我们当安息 这件事是什么工作来的 安息是 是外面的工作 因为里面的工作 是灵里面的工作 是灵里面的工作 是 其实他另外安息 他做了几样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 大家想想 有几样东西 借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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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做什么 令我们安息 神做什么 可以把它想让我们 借靠他 例如托靠他 他叫我们得则 但我们再明白 那一句说话 ��lear给神 我们靠他 的时候 将我安息 但我们 sulit 目塞他 他叫我们得安息 他叫我们得安息 selected 他說ared 他做什么的工作 他有几样东西 大家想那想 神在天上為我們祷告 耶穌在天上為我們祷告 聖靈在我們心裡祷告 聖經講到聖父聖子聖靈 聖子在天上為我們祷告 聖靈用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祷告 然後他怎樣做些什麼 通常做些什麼工作我們才能夠安息呢 譬如你親近神 他做些什麼 他親近我們 第一 神親近我們 這是第一恩典 第二 賜我們平安 賜我們平安 OK 大家都可以說的 自由講 很多答案都對的 不過我們待會整理一下 將這些答案整理一下 加我們力量 加我們力量 你想回 當你重擔的時候 你祈禱的時候會有什麼經歷 安慰 安慰 安慰呢 我們就用什麼方法去說 是神 聖靈就來到 安慰我們心 那為什麼形容得更加好呢 你會感覺到 莫名其妙的平安來到 心就好像靜下來 嗯 就可以覺得舒服了 鬆了 這個就是神來到 他有能力做 心靈手術 我用一個字眼 心靈手術 心靈衣 就不只是外面 他在裡面 就會做一些事情 讓我們裡面 得到 安慰 OK 好 做醫治的部分 這次形容得 形容得清楚一點 讓人可以明白 不只是說個字眼出來 怎麼形容 人可以明白呢 好像醫生 剛剛就覺得很重 好像要死這麼簡單 要死這麼簡單 其實不簡單 馬上看到 咦 好像沒事的 這樣就輕鬆起落了 是 那輕鬆起落 你就形容那個過程 其實是怎麼樣呢 神就好像怎麼樣呢 好像他懂得打針 熟靈的打針 將一些 起落 用一些字眼 他真的把平安 打進你裡面 現在呢 有時候你的膝痛 有打針 打一些啫喱 下去 走路 沒有那麼痛 神就有能力 將一些平安 打進你的心 我只是用一些 普通人明白的字眼 他有這個手術的能力 將一種平安 真的你祈禱 就鬆了 心靈又鬆 身體又鬆 整個人好像輕鬆 好像輕鬆 哇 原來神正在做事 那我們就欣賞 就是讓人知道 神正在做事 那你就可以令到你的人安息 除了這樣之外 還有神有些工作 就是思想改變 嗯 是 改變我們 令我們不要想著煩惱 想多一些神的恩典 神會提醒我們的 神的恩典 神會改變我們 注目在耶穌更多 數算一下神的恩典 其實這些都可以想的 不過我想說 你可能想到一百樣恩典 你講信息未必講一百樣 不過你可以想到哪些重要的 哪些講出來 或者不只是信息 就是查經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練習查經 這樣去分辨 那有什麼不同呢 比如好像這樣讀聖經 有些人 盧貝丹重招可以 來他就得安息了 那你就想到 哦 你可以得安息了 知道嗎 你來到耶穌那裏 祈禱就得安息了 那他聽完就 哦 那他聽完了 但是呢 他不知道 原來神在裡面 是要做很多 我用個字眼 注射一些東西 進來裡面 將你的重担拿走 然後呢 他將那些平安 就放進去裡面 是感覺到 整個人鬆了 他真的 很有能力 很懂得 最適當的時候 做事 大家有沒有發覺呢 有時候呢 我們煩惱了很久 神在適當的時候 找適當的人 跟我們講話 就輕鬆了 好了 下一句 我心裡猶和謙卑 他猶和謙卑 又做了些什麼給我們呢 猶和 他就做了些什麼呢 對我們溫柔 不會定我們的罪 是啊 你再形容一下 再形容一下 在什麼時候 他會溫柔地幫助我們呢 他會溫柔地去幫助我們呢 他會溫柔地去幫助我們 是啊 他就會溫柔地去感動我們 他會感動我們 這個就是 他的本性就是溫柔 然後呢 他的恩典就是 他溫柔地去感動我們 嗯 謙卑 是啊 他謙卑地接入人 就是他不會看小人 他不會覺得你微小 嗯 我覺得他會 很會提升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們能夠有能力 有力量去行 看他的心意 OK 提升我們的生命叫我們有能力去行 那麼 你和謙卑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們現在講謙卑 和謙卑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們在想謙卑 因為同事嘛 他明白我們的感受 他明白你的感受 OK 好了 你這樣去 你想到這個意念 你要連著那個詞語 我也鼓勵大家 你說這個茶經 或者任何茶經 你經常用那個字眼 耶穌就是謙卑 謙卑地來到你那裡 提升你的生命 是的 幫你 被提升 去提升你的生命 那麼 但是這個經文呢 主要不是提升 哦 主要是說什麼呢 他因為他做過人 受過痛苦 經歷過人的那種的艱難 所以他明白我們的感受 OK 好 這個是非常好的 我們這個經文主題是什麼呢 這個經文主題是什麼呢 是安息 是安息 所以我們呢 講到的謙卑 都是跟安息有關 就是你不要講到 又救恩啊 又事奉啊 那些呢 就遠一點 關係遠一點 因為你一篇到呢 你又講 什麼都講完 由得救到到悔改 更新改變 啊 傳福音 建立靈命 探訪 宣教 什麼都講完 那些人聽到太多了 就是 你講的重心 是的 重心是安息 重心是安息 是的 重心是安息 所以每一種恩典 盡量和安息有關 OK 好了 雖然後面那裡呢 他有多個安息的 因為那裡講到 父耶穌很騙啊 耶穌安息 但是呢 我們都盡量保持在這個 安息 安息有相關的 OK 好 好 非常好 對 安息在神裡面 神要做事 其實呢 我想告訴你 是沒有一個絕對 最對最對的答案 是有很多很多可能性的 事實上 可以有很多答案 都是對的 總之 就被人看到神那種美善 還有神如何提升 我們可以有安息 就是神呢 祂是 就是說 那裡謙卑那裡 就是怎樣呢 那些人很煩躁 有些人幫他呢 我用一些方法來形容出來 你看到一個煩躁的人 那麼另一個人去幫他 他又不是很聽話了 變成這個幫他的人 會變得煩躁的 有時候會這樣 就是他又很猛躁 我已經幫你了 我已經在幫你了 你呢 你呢 還不接受我的幫助 還在那裡餓餓 哎呀 你真是很煩啊 人就會變成這樣 神聖說謙卑 他猶和謙卑就是怎樣 是忍耐 很忍耐 就是這個人 其實我想問大家 我們抗拒聖靈試過幾次 聖靈說 你不要說謊 你不要生氣人 你不要經常想著男女 不要經常想著要結婚 很多人都會經常想過 你不要生氣人 不要 你要饒恕人 聖靈提過幾次 很多次 很多次 很多次之後才聽話 有時候 很多次都未聽話 但是神都依然是這麼謙卑 給機會 是的 一路感動 一路帶你來 就是他那種謙卑 都沒有放棄 是的 而很多基督徒呢 總是沒有安息 為什麼呢 很多基督徒呢 經常都怎樣 偏行幾路 偏行幾路 最主要呢 他是慢慢做工 一路做工 其實一路補抱 我們今天的經文 一路抱著我們 一路帶著我們 等我們呢 逐步逐步的提升 這就是神 那種謙卑去服飾我們 他有柔和 有謙卑 好了 跟著呢 下面了 你們當負我的鞋 學我的楊色 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那這裏呢 就 講到呢 就是他 他有個鞋 給我們 負他的鞋 學他的楊色 那 這 然後呢 就講到我們 負他的鞋 學他的楊色 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那這裏看到神的什麼 因應 就是我們講的屬性 就是他有個鞋 是祝福人的 他的計劃祝福人的 那他有些什麼 恩典給我們呢 恩典 教我們 教我們 講下去 教我們什麼 願意教我們 怎樣去學習 有他的樣子 是的 沒錯 那還有第一句 父耶穌的鞋 都教我們 是不是 他會感動我們 是不是 他會感動我們 其實這裏 很多 講很多神的內在工作 他會感動人 所以有些人 就是人 信耶穌呢 就會有這個心 想關心人 傳呼吸 這裏有幾個 你試過有關心人 想向人 傳呼吸 有幾個 有試過這件事 你發覺 基督徒 重生就會有這種生命 這個生命 就好像 一信耶穌就會來 那就是 這個神 就將你改變 就將這種性 放在他裏面 這是第一 就是有一種 父耶穌騙的心 但是有這個性 接著他還會做些什麼 開法 開法 我們 怎樣開法 我想大家形容出來 很難 你說 譬如你 信耶穌 然後你感覺到這種 體驗 這種喜樂 你都很想將這種喜樂 分享給人 好了 你剛才說 全部是你發生的事 信耶穌很喜樂 我就很想分享給人 全部都是你發生的事 你怎樣用神 神 神講的 神做的 這就是我們想 大家思想思維 你試一下把這句說話 你剛才說的 改變為神的作為 神是似乎我們有感動 我們的 即感動我們裏面 以至我們能夠將神的喜樂 分享出去 傳遞出去 亦都給我們有能力 有恩賜 以至我們能夠發揮 可以靠著神的能力 去服侍 是的 感謝主 全部都有神 神給了我這個聖情 首先你一信耶穌 真的有一種喜樂 他就把你喜樂放在你裏面 接著他就會推動你的 你就會很想將這個救恩都告訴別人 我們有時候不太動的 他又會提醒我們 你去關心這個人 你幫助那個人 他又會給我們動力 給我們恩賜 在這個過程 其實他有很多事情一起做工 來推動我們 來叫我們扶他握 而我們扶他握的時候 用他的方法 是會有力量的 我自己個人經歷 我以前講到 很久之前講到 其實我有不同階段 我未做牧師之前 我分享信息 還有我未做牧師之前 已經有講到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我教書 在生命中學教書 每個老師都可以傳呼音 不是 講到 每個都可以講到 我很開心的 因為我已經有心事奉神 他說 你個個都可以 我們安排你講到 我是很開心的 那我發覺一件事 上台講到 是有一種力量在那裡 但是我後來 我做牧師之後 因為那個壓力 還有在外國要翻譯 是覺得有淡子 還有因為有要求 那樣東西 但是我依然都覺得有力量 不過呢 就不是好像我未做牧師之前 到我現在就不同了 我現在一路享受神 那享受神其實哪裡來呢 是神那裡來的 神就叫我享受祂 神的童就叫我享受祂 就給我力量 叫我 有這種動力去講 也都宣揚神的恩典 我講的時候 哇 神你真的好得不得了 好得加靈一 你真的好得不得了 我真的很想告訴人 那我講的時候 那些人 每個人的眼睛都很雪亮 每個人都很開心 那我又開心 他又開心 那所以呢 那些力量是源源不絕的 就是跟我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好了 現在時間關係 我就現在暫時總括一下 總括一下 我們講過的 就給大家知道 可以怎樣應用 要來分享 或者要來應用在自己身上 那如果講反面例子 人都幾多 基督徒都有幾多 都幾重擔的 其實人生就是 很多事都重擔 總有一些 我們的家人 工作 侍奉 總有一些壓力 總有一些不開心 情緒 這些各方面都有的 這個是一個反面的例子 那 但是神是一個 好有憐憫的神 他是柔和謙卑 他也是輕省的 所以來到他那裏 他就可以叫我們得到安息 原來神是一個安息的神 你看到 相對比之下 中國人那些風神榜 那些神是好惡 又打架 又不誠實 他說 猴子精都幾不誠實 就是 就是有很多那些 所謂那些神 其實都做了一些事情 都不是誠實的 但是我們的神 是很安息 很平安的 很輕散的 充滿愛 充滿憐憫的 它裏面是安息的 當你一親近祂 祂 祂的安息就來了 那些安息來 其實祂在做功 我一直用神的方式去講 祂就做功了 你一找祂 祂就開始滲入你裏面 那些東西我們不明白的 怎麼滲入去呢 我不知道 不過神就是祂的能力 聖靈就將祂的愛 祂的平安 就滲入你裏面 那你真的可以感受到 就是這樣走進來 那些平安就走進來 那些興散就走進來 那些力量就走進來 整個人就鬆了 好了 我們有這個神給我們的平安 這是第一級的平安 第二步就是 但是耶穌就告訴我 我心裡柔和謙卑 我很柔和 真的祂是很柔和 謙卑去幫助我們 我們雖然很多次不聽話 其實我們每個人 都總有不聽話 我自己都試過很多次不聽話 很久 但是神一直提醒提醒 到現在我多謝天父 神改變我 我現在一知道不聽話 我會盡快改變的 就是幾秒鐘 立刻要停止那些不好的意念 立刻不要再生氣人 不給他影響 那我多謝天父改變我 就是神改變我 改變我到我自願 甘心樂意 好了 神很柔和謙卑 就算我們不聽話 祂都繼續幫我們 其實我可以再詳細說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 我不詳細說 但是你聽到我 盡量形容出來 經常都用神的句子 經常都有神的句子 所以你查經的時候都會說 神現在幫我 神現在很柔和謙卑幫我 神正在和我一起 就是你在看聖經的時候 神你將平安給我 例如靈修 你看聖經 神現在將平安給我 神現在和我一起 祂很柔和謙卑幫我 然後祂又叫我們扶祂的握 祂叫我們扶祂的握 祂叫我們扶祂的握 其實祂不是就是聖經說的 祂自動生出來 一信耶穌 祂自動就想去救人 自動就想幫人 這就是神改變 我們有時候不聽話 但祂又會提 你幫這個人 跟這個人聊天 你關心他 你柔和一點 不要用那些懵疼的說話 神有時候都會提我們 你這麼懵疼 人家聽到有什麼感覺 神有提過 我們不是懵疼 是對方聽到我們懵疼 是的 有時候是對方懵疼 不過呢 對方懵疼的時候 我們有幾多個能夠忍耐 柔和謙卑地繼續去幫祂呢 還是頂回祂幾下呢 讓祂知道你為什麼這樣呢 我們都會 基督徒都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反思 反思自己很重要 就是神能夠叫我們 扶腳握 而且呢 祂是一路加力給我們的 以至呢 我們握是容易的 有些人覺得 不可能容易 是神叫我們容易 我們說的時候 都是神叫我們容易 叫我們輕盛 因為我們有喜樂 有平安 就能夠影響人了 神就歡喜了 神就賞賜了 所以我們可以天天開心 並且你真心幫人 你發覺裡面有一種力量 走出來的 你為人其道 裡面有一種能力 會感動 譬如我見到Rachel 為聖明祈禱 我見到 兩個都哭過 Rachel都哭過 她都很感動 原來呢 神就會感動我們 將這種感動放在我們裡面 就會改變我們 令到我們的侍復 是輕省的 她的握 她的握是容易 她的淡只是輕省的 就算你負多少負多少責任 也好 都是容易的 其實我事奉 宣教都很多地方要兼顧 但是呢 我又覺得是容易 是輕省的 大家都可以 原來呢 我們一聽神說 神會這麼幫我們 這樣我們就有力量了 就不是說 我要不要重擔 我要依靠神 我要祈禱 很多人說 你要祈禱了 祈禱了 你放下重擔 你就會輕省了 但我會改變方法 神是輕省的 他經常將平安寺給你 你一依教他 你的心就鬆一點 就是神在做功 你越依教他 他就越做功 你就越多改變 阿明 好 我們祈禱結束一下 多謝天父 神你是有很美善的聖情 你的聖情真是美麗到不得了 我們真是難以形容的 我們是人不能夠用不脈形容 你怎樣幫我們 都是不能夠用不脈形容的 我們就感謝你 我們就被你改變 我們就活出這個聖情 活出神這個柔和謙卑 神這個安息 神這個平穩安靜 滿有能力 滿有智慧去處理一切的事情 以至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活得輕輕鬆鬆 開開神神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多謝耶穌 你一定幫我們到底 我們就可以開心了 我們以後都可以開心做人 我們以後可以輕鬆做人 輕鬆做基督徒 輕鬆侍奉神 輕鬆跟從耶穌 神一定歡喜 神一定開心的 神一定加力給我們 我們就活得更豐盛 而且我們這樣活得豐盛 神就喜悅 我們的賞賜就大了 我們今生來生都必定有豐盛的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哈 oluyor 尊嚇耶 哈ienen 哈利路亞 Creator 哈利路 climb 著running 哈利路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